看得出来简碳牌将不只是个人道德性的自律 它越来越成为各国的新政策 接下来要关注的是在中国大陆爆量的交通运输 这不是春运 而是暑假即将结束 这是大陆解除防疫之后第一个暑假 因此国旅大爆发 一下飞机就有接手的地勤人员 带着这群没有家长陪同搭机的 无陪儿童完成所有手续 走出关到接机大厅 将孩子送到前来接机的家长手上 任务才算完成 大陆航空公司推出的无陪儿童搭机服务 给予五岁以上不满十二岁儿童独自搭机协助 我八岁 这是你第几次的一个人准备家 第四次了 那你害不害怕吗 不害怕 因为你做了好几次了 本座的无陪儿童的话 我们男豪的话 就是一个礼拜超过了2200人 返乡度过假期的孩子们 要回到大城市念书 申请无陪儿童搭机的人数增加 大陆暑期运输 在刚刚过去的周六日 迎来大客流 这是返程高峰期的北京南站后车大厅 从早上六点开始 几乎所有的座椅都是满源的状态 车站大厅涌进人潮 光是26号一天 北京天津河北京经济地区铁路 发送了约140万人次 铁路夹开班次 在上海虹桥火车站 为了配合夜间列车 多开了一处计程车接驳店 今天我们是派了100辆车子在代运 就是随时随地 这里要缺车的话 我们随时增运 目前是暂定每逢大客流的时候 包括节假日的高峰 以及周末的高峰 都将启用这个应急上课点 长达两个月的暑假 本周即将结束 开学商机攀升 上海的书店 参考书区域买气最旺 近一个月销售增长月三成 他喜欢数学 打算给他买个20万一万 我也从网上看过 就是网上的还是 可能是早一年的 然后书成这些 就可能比较新的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预测 这个暑假 大陆境内旅游人次 将达13.31亿人次 防疫解禁后 首个暑假 大陆国旅大爆发 更导致各地饭店大涨 平常的外口人三五百 现在看到是去到八百都有了 我们就住的普通的酒店 五百左右吧 一碗人民币五百元以上 住的还是连锁经济型饭店 有些经济型饭店 在景点周边 甚至价钱能标破人民币千元一万 如果成倍这样涨的话 对于游客的出行 或者是对这个地方的印象 可能还是不太好 你原来是属于这个经济型酒店 这一个档次 我都涨到度假型酒店了 那我是不是就高替一下 或者甚至说 我在向下继续平替好了 经济型饭店收费不经济 除了是旅游热情高涨外 不少饭店在疫情间歇业 造成供需失衡 人手不足也是问题 像是上海青浦的民宿 集结起来实施共享经营 比如民宿不需要请固定厨师 在网路上提出要求 聘用的厨师可以跑不同民宿提供料理 不只是厨师 客房清洁打扫 也能征求共享员工大理民宿 为民宿业的供需的一个渠道 另一方面就是 为有遗迹之长的一些周边 或附近剩余的劳动力 提供这样一个就业的一个渠道 假期带来旅游复苏 两个月的暑假过完后 接下来市场把目标 锁定大陆国庆加中秋 八天廉假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